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让我们去思想到自己的生命 今天我所要举的例证是雅各 雅各的出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态 他的出生是跟他的哥哥是双胞胎 哥哥是全身红通通的 是有毛的 所以他的父母给他起名叫做姨嫂 姨嫂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有毛的意思 接着就是雅各的出生 雅各的出生是很特别的 他抓住大哥的脚跟 跟着出来 因此他的父母给他起名叫做雅各 雅各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抓住的意思 在这段话语里面 我们就看见了他的出生 也代表着他们的个性 当然我们并不是去谈什么姓名学 有些人的取名 会觉得这是可以决定他的一生 事实上也不尽然 雅各他是养羊的 大哥是去打猎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以少跟雅各的个性 雅各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 可是让我们从他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来试想 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面对的是自己的个性 面对自己的个性 我们从雅各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见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我们看到的是雅各的抓 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凡是他想要的 或者是说他心里面所筹划的 看到的 他就要想办法去抓 所以圣经上告诉了我们 他就开始 但是凡是任何的东西 他都想占为己有 而且他还有一个不好的态度 他就是喜欢强出头 他有一天煮了一锅的红汤 也就是红豆汤 红豆汤是香喷喷的 他的大哥看见了 就说我也来一碗好不好 雅各说可以啊 那你要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 大哥可以领受长子的祝福 大哥可以从父亲那边领受这些的祝福 让他一生一世 来经历许多丰盛 所以他跟他的大哥讲 他说好不好 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 对于在今天的世代 我们或许会想 哪有这样的事情 可是 姨少竟然轻忽地说 这没什么嘛 你要就给你吧 所以就把长子的名分给了雅各 他亲看了他长子的这些的名分 换句话说 我们看见雅各他抓住了生命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可是他的父亲 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 因为他的父亲能够去分辨谁是长子 虽然他的父亲年纪老迈了 两眼昏花了 可是他可以用他的触觉 他可以摸到 姨少的身上有没有毛 还就知道 这是不是长子 所以他的母亲想了一个收主意 告诉雅各说 你披上这个羊毛皮 你的父亲摸的时候 你就可以让父亲怎样 给你祝福 这对父母 爸爸是爱姨少的 妈妈爱赤子雅各 当然这个家庭里面就有了纷争 而在这个纷争的当中 又加上了欺骗 我们看到了雅各的第二个层面 他没有办法得着的时候 他用欺骗的方式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莎士比亚他曾经这么讲 他说如果你说一个谎话 那么你就为了这一个谎话 你必须用一百个谎话 来支持这一个谎话 好比一个小学生 在学校里面不想上课 就跟老师讲 老师我肚子痛 老师说你肚子痛 那你就先回家去吧 所以他回到家 妈妈说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 他说老师今天开会 所以他在家里面玩得不亦乐乎 你看见说一个谎话 必须有好几个谎话来支持 当雅各披着羊毛 来到他的父亲面前 父亲说 闻起来这个味道 好像不是以扫的 他的父亲就问 你是谁 这句话 有的时候会让人心惊胆战 你是谁 你看 亚当夏娃犯了罪 在伊甸园里面 天起了凉风 神知道他们在哪里 但是神问他们说 你们在哪里啊 要让他们真正的感觉到 我自己 我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情况 我到底是在欺骗人 我到底在做些什么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也常常在骗呢 有的时候有些事项 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当你来到礼拜堂 在礼拜堂敬拜神 当大家唱诗 你也唱诗 当大家翻圣经 你也翻圣经 可是我们要问一个真正的问题 当你在神的面前 那个心是不是在欺骗呢 可能在想 哎呀牧师讲得那么长 或者在想 等一下我要约谁出去 一同出去玩 求主让我们看见 我们不是只是 做一件震惊的事情 我们就是认为 我们是一个好人 或者是我们是对的 我们是不是带有欺骗 圣经所带给我们的 是让我们来面对我们自己 你看 他的父亲问 你是谁 你是谁 哇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不要再用欺骗的方式 我们乃是用一个诚实的态度 耶稣说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有一个诚实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 相信 神会 祝福你了 所以我们看见了 雅各的生命当中 他要面对的第三个字 他要逃 在母亲的 怂恿之下 说你赶快地逃到舅舅拉班那里去 因为你的大哥说要杀你 事太严重 所以他不得不连夜地逃跑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也常常面临着逃跑的机会呢 有的时候我们逃避一些现实 我们逃避一些的问题 我们逃避一些的难处 我们总是用逃的方式 可以解决吗 你看雅各 雅各逃跑 他面对的是什么 哥哥呢 怀恨在心 要杀他 一个美好的家庭 因着他的逃 支离破碎 求主 让我们了解 逃避 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今天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是 我们在生命当中 所需要去面对的 任何难处 勇敢地去面对 神会祝福 神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 那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 我们看见雅各 他逃离了父亲的家 他在逃离的过程里面 月黑风高 他真的感慨万千 那圣经告诉我们 他那个晚上 在旷野的当中 搬一个石头 枕在枕头上面 他睡了一觉 在睡觉的当中 他做了一个异梦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 哇 他第二天醒来的 他给这个石头说 啊 神在这里 我竟然不知道 这是神的门啊 就是神的殿啊 他说我要在这边 所以他跟神说 神啊 如果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平平安安地去 也平平安安地回来 如果让我吃得饱 穿得住 我的鞋子没有穿破 我回来了 那我就怎么样 那我就怎么样 亲爱的朋友 雅各 他许愿 他愿 神是怎么 可是这个愿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 如果 如果上帝帮助我 如果上帝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样 我告诉你 雅各 并没有完全地去做到 他所许的愿 今天 我们面对了雅各的抓 我们面对雅各的骗 雅各的逃 我们还要面对着雅各的愿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 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求主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 许愿 或者是 发誓 或许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讲 我可以这样子说 我可以那样做 如果神你答应我 岂不是这样子吗 神啊 如果你听我的祷告 赐给我一个好的东西 我就怎么样子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祷告神啊 这个病痛 求你医治 如果你医治了它 那么我就怎么样子 不是吧 事情的成就 条件摆在前面 而是反过来 我们在神的面前说 神啊 我愿意 依奉你 我愿意来跟随着你 不管你让我经历什么样的难处 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我愿意来爱你 来侍奉你 你相不相信 神 神会把祂的恩典 淋在在你的生命里面 神会祝福你 求主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不是随随便便的许愿 圣经上有说 如果许愿不还 不如不许 今天你许什么愿呢 相信你所愿望的 神必然会祝福 可是让我们检讨自己 我们是不是抓 我们是不是骗 我们是不是逃 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 曾经所愿的呢 愿神赐下祂的平安 祝福在你的生命里面